这座红色的酒店看起来像不像一座红化里的王宫 在上海的城市记忆中 红色酒店是和平饭店的南楼 但它的历史比和平饭店更加悠久 大家好,我是乔正月 欢迎跟我一起探索不一般的上海 今天我想带大家去看一看 SWO和平饭店艺术中心 那么这座位于南京路外滩转角的红色酒店 在上海的城市记忆里是和平饭店南楼 那么其实它的历史比和平饭店还要悠久 酒店是1908年建成的 当时它叫惠中饭店 英文名叫The Palace Hotel 就是王宫的意思 当年这个酒店是中国最豪华最大的一家酒店 The Palace Hotel 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外立面是清水红白砖墙 很有童话色彩 酒店高达六层 在一百多年前也算是一座高层建筑了 它装有两部奥迪斯电梯 有120间客房 如今酒店的底层是表店 楼上的空间不对外开放 显得低调而神秘 斯沃士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海耶克先生 他年轻的时候热爱艺术创作 他在外滩19号和平饭店艺术中心 设立了18套工作室 来自全球的艺术家都可以申请 免费在这里居住创作三到六个月 这个艺术驻留项目呢 从2011年开始 目前已经有三百多位艺术家 在这座历史建筑里驻留创作 我们今天到其中的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去看一看 thank you hi Kelly i'm Michelle 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you it's your workshop yes this is my workshop okay can you show me around sure my name is Kellyn Bricker and I'm an artist from the UK from an area near Liverpool and I've been here at the swatch since April so just about three months coming towards the end of my residency so for in recent years I've been working a lot with digital 我做了很多工具的工具, 而我做了很多工具的工具 但我曾有这个想法, 使用工具的工具 用工具的工具, 用工具的工具 所以这是我希望做工具的工具 如果你转上这个灯,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圈子 而很多工具是在中一间的工具 这些工具有图案, 也会是一种图案的 所以它是在中一间的幻 hour 而它会图案面相到的部分 可以帮助它 看到的图案 可以告诉我说你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在这里 我起床时有食方, 这是最好正的 在这个酒店, 后面就是弄得到这个工具 我每天都在这一天都在工作 我一直在这一天都离开 不过很多天都离开 我只是往下走 收拾外卖 收拾购物 然后回来工作 所以我一直在这一天都在工作 我已经在这三个月里做了40个工具 很多艺术家都给艺术中心 留下了他们驻留期间创作的作品 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绵延的画卷 是中国插画家李玉龙的作品 而这位画家在大楼的驻留期间 他看着窗外的南京路 看到行人如知 就把他观察到的一个个南京路的行人 生动地描绘进了这幅长卷的插画中 18间艺术家的工作室分布在大楼的二层和三层 走廊一端的launch 它既可以做艺术品的展示空间 又是艺术家们休息交流的空间 在搜索酒店的楼上 它有一层都是艺术套房 那艺术套房的设计很特别 它这个你看到这个 看上去是一个门嵌入在墙里的 其实它并不是门推不开的 那么它真正的门 其实是隐藏在它的灰色的墙壁里的 艺术套房里还有一个很有设计感的空间 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酒杯咖啡杯 你可以在这里享用一杯红酒 喝喝咖啡看看窗外的和平饭店 在套房里还有这样一个艺术装置 有很多很多只小羊 那么我们知道在英语里人睡不着觉 就叫你鼠羊Counting sheep 那么这个设计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它正好在卧室里就在床边上 那么这个艺术酒店还真是名副其实 你看它在这里房间里还有颜料 丙溪化颜料还有画刷 仿佛你在这里也可以像 驻留在大楼里的艺术家一样 进行一些艺术的创作 百年酒店改造的艺术中心 为艺术家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环境和灵感 也成为一个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有趣案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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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